紫光联盟!全球震动! 据台湾媒体报道,紫光集团旗下长江存储为扩大产业能量,有一串连群连、锡品、南茂等台湾厂商,组成内存产业大联盟。 此为两岸在内存产业首次大规模携手,目标取代三星等韩国厂商,打进苹果内存供应链。 长江存储以NAND Flash为主要产品,在大基金资助下,一起动量产。 目前全球NAND产业由三星、东芝、SK海力士、美光等韩、日、美厂商掌握,台湾在内存领域布局以DRAM为主,在NAND晶片注目不深,但在NAND控制晶片、封测等领域练兵多年。 其中,群连已是NAND控制IC产业佼佼者,并且在存储卡、固态硬碟等NAND应用端打出名号、南茂、锡品也在内存封测取的一席之地,因而获得长江存储青睐,希望透过两岸结盟组成产业大联盟, 扩大华人世界在NAND相关领域能量。 消息人士透露,长江存储产出的NAND晶片,以送样晶片卡和智慧卡公司进行验证,同时也搭配群联,以及在美国挂牌的汇荣的晶片进行测试和验证。 南茂先前透过处分转投资上海红茂科技股权于紫光集团,成为国内首家于紫光集团搭上核资联盟的厂商,成功卡位中国大陆半导体市场。 西品虽然即将与日月光合并,但先前出售其下苏州厂西品科技30%股权给予紫光集团,建立合作关系。 据悉,长江存储武汉厂规划是三期计划,朝越产能30万片12寸晶圆的目标努力,后段的内存封装,将由南茂和西品大陆子公司进行。 群联表示,关于公司与大陆快闪记忆体制造厂商之合作讯息,仅为市场揣测目前并无任何计划,公司不对任何单一客户进行评论, 为群联为市场上唯一兼具快闪记忆体控制晶片设计及解决方案供应商,每年投资巨额研发人员与资金开发相关产品,长年累积至技术实力与产品完整度已备受全球客户肯定,对于投入本产业之任何厂商公司均保持著开放的态度,若有相关需求将评估是切至合作方式。 如果紫光存储联盟成功运作,或威胁世界三星、海力士、美光目前市场,并行驻国家大政策,预祝紫光联盟成功。 You may like You may like You may like